这个男人凭什么让女神都围着他转 不就是每月有几亿零花钱的富二代吗 这个富二代还非常的嚣张 妹子不愿意在车上跟他打扑克 直接让人家滚下车 酒驾被警察拦住 拿着钞票就砸人家的脸 他就不信还有钱搞不定的事 可这警察根本不打算放过他 阿强一看软的不行 一脚地板油就带着警察起飞 被拘留了依然面带微笑 因为他知道 有钱的老爹一定会把他捞出来 这次连局长都替他老爹发愁了 因为他老爹每次为了捞出儿子 已经替警局换了一半的警车 然后给警局买了新的电脑 甚至把警局装修了一遍 父亲常年工作属于管教 加上愧疚的溺爱 让阿强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人 出来后 阿强面对父亲凶狠的说教 一脸无所谓 随手就开始解放自己 打不得 骂不得 但这孩子还不能扔 于是他找到了治疗大师杨永信 这大师脑洞不是一般的厉害 一出场就把父亲唬住了 他制作了一个让人看起来像是吊死的装置 但因为按不到遥控器 被硬生生吊了五个小时 下来后 听到父亲花再多钱也要治好儿子 他制定了一场大戏 于是这个富二代倒霉了 他出了一场车祸 再次醒来后 阿强发现自己穿越了 他变成了一个19世纪农场里面的马童 刚醒来就被监工提了出去 面对农场主和他的少爷儿子 阿强以为这是在对他演戏 回到马丘 阿强依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他又偷偷跑出去 到处寻找电话想要求救 周围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 直到再次被监工抓住 这次他被送上了绞刑架 在阿强被送往绞刑架的路上 他看见了其他被处罚的农工 被砍掉了一只手 吓得阿强不断自我安慰 这是幻觉 也许掉上去再醒来 就会穿越回去了 关键时刻 剧本安排好的富家千金 保下了阿强的命 按照剧本 最终的结局 是阿强在一场和他打扑克的时候 完成心灵的升华 演员们的逼真演技 终于让阿强相信 他穿越了 但生性懒散的他还是不爱干货 在监工的残暴镇压下 他逐渐接受了每天劳动的命运 但还一点他不能接受 或是太差了 唯一的肉就是不小心栽进饭里的飞虫 于是他偷了一只鸡 让小伙伴帮他找一口锅 鸡毛顺便拿来做枕头 结果骗的小伙伴帮他做完所有的农活后 他却独自吃掉了所有的鸡 但面对监工学问的时候 他没有承认 监工则随便抽到了他的小伙伴 听着小伙伴的惨叫 阿强虽然不好意思 但是并没有什么表示 这说明此时的阿强骨子里 还是那个自私的富二代 后台的导演再一次跟演员声明 不要佩戴跟现在有关的一切物品 结果在小伙伴对阿强心灵拷问之时 阿强看见了一个妹子下马的时候 现代小衣服一闪而过 他冲过去就质问这个女孩 怎么会有现代人的衣服 说着就要先人家裙子 幸好姑娘提前藏在了甘草底下 才没暴露这场戏 但阿强意识到了刚才的鲁莽 他找到姑娘道了歉 母后的老父亲看到儿子 竟然学会道歉了 十分欣慰 接下来 就要在一场篝火晚会中 引导阿强和傅家千金相爱 让阿强在爱情中学会什么是责任 可阿强反而对这个 配角小美兴趣非常大 最终在小伙伴的提示下 他终于想起来 那个女人说过今晚要告和 阿强在把女人救了回来以后 对女人在车上大喊 我好冷的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sadly 对 不同 初很好的 因终于 新重回港 划 dessa二代治疗艺 下期再见